这个星期天是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 对之前公布的入围名单我没什么感觉 还有一些抱怨 事情发生在几个月之前看007无暇赴死的时候 这部片子有历史悠久的IP设定 有一个心头就恨的故事 节奏虽然一般 可是追车 枪战 美女这些场面上的事 该有的全有 敞开的供应 确实够资格入围今年的最佳视觉效果 但是还没有看到一半 我就感到极端的无聊 直接退场了 我不是像你炫耀我的电影品位高 其实我最爱看这些动作大片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点疑惑 看枪战和美女都提不起性质 是不是我出毛病了 又具体该挂哪一颗的号呢 这就得动用排除法了 确定一下毛病到底出在谁身上 办法是去找几部犯罪悬疑片的老祖宗 唧嘘苛刻的老电影来看 这些60年前的犯罪片悬疑片 用今天人的观影习惯来说 节奏是拖沓的 没有什么特效和打斗 有的时候全程连一枪都没有开 像惊魂记里著名的恐怖场面 在今天来看好像也不算多惊悚 何况还是黑白的 然而我在家里看这些六七十年前的老电影 从头到尾没有摸过一次手机 这些老片子当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它们成了后来的经典悬疑套路 连唧嘘苛刻拍惊魂记的过程 都在几年前拍成了一部电影 我最近找了几本唧嘘苛刻的传记和电影研究来看 最好看的一本是他和法国导演特里福的对话 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 为什么这些60年前的老电影 要比今天的很多电影都好看 估计首先是有一个性存者偏差 能够留下的都是最优秀的 另外对于真正的电影迷来说 这也不是问题 唧嘘苛刻的很多作品 都在一百年来最伟大的经典电影行列 美国史上最伟大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说 如果你想了解电影 就一定要了解为什么黑白电影的效果 不但不比彩色电影差 而且可以比彩色电影更加丰富 这句话里的丰富到底指什么 难道007无暇赴死还不够丰富吗 男男女女的枪战和打斗没法更夸张了 女演员穿的也不能再少不能再性感了 以至于他穿着高跟鞋在楼梯上和杀手搏斗的时候 我总是担心演员会不会崴脚 可是问题好像就出在这 这些场面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知道这都是走过场 并不惊险 因为主角一定会获胜 相对而言 倒是有一部讲无暇赴死是怎么制作追车特效的纪录片更好看 我们看工程师怎么解决一个接一个的技术难题的时候 会更有代入的 多少年来 这类犯罪悬疑篇总是用一大段没有悬念的枪战来解决这些矛盾 不是反派死于话多 就是搞一个枪行反转 让主角身边的人露出来真面目 这其实也是一种懒惰 或者说是创作力枯竭 说明是编不出一个顺畅的像样子的结尾 这种表面上的丰富反而就成了贫乏 一个故事套路加一堆花哨的杂耍场面所点缀 而且还不如真正的杂技表演 我们在现场看杂技的时候 会为空中飞人真的捏一把汗 那么真正属于电影的丰富性到底是什么 咱们先来看一看西区科克是怎么理解电影的 和他对话的特里福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导演 熟悉文艺片的人知道 他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领袖 代表作有四百机 华视四五一度 所以当他主动提出对西区科克进行长期采访的时候 把老西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也是这本对话录为什么重要 这是两大派别的宗师在作而论道 西区科克对特里福说 一部电影更像是一个白日梦 要比理性和逻辑更加有力量 这个说法早就被引用烂了 那咱们可以拆解一下 白日梦有什么特点 首先梦是直接用连贯的画面来组织微妙的情绪 这就不像很多的电影是以文学性作为基础的 先用语言形成感知 再建立故事结构 再用画面来还原这个语言上的故事 西区科克的电影没有多少文学性 更接近电影的画面性本质 他收集的原材料故事 出版过几本厚厚的西区科克悬念故事集 曾经是我的厕所读物 按照文学标准 基本上都是二三流水平 优点是冲突和结构很有力量 但是没有什么人物和主题深度 有一半的故事都是讲夫妻间的互相谋害 至于语言是地摊文学水平 西区科克能把这些二流故事 拍成一流的电影和电视剧 因为它是用纯粹的影像技术来呈现 它主要为观众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体验 在电影刚发明20年的时候 有一位苏联电影学者做过一个试验 先拍一个男演员面用表情地看着镜头之外 然后再在两个面部特写中间 分别插进来一个死去的女孩的镜头 和一个食物的镜头 观看的人就觉得 在前一组镜头里 演员的感情是哀伤 在后一组镜头里 演员的感情是饥饿 这个实验说明的是 电影不是对真实空间的模仿 它是通过对画面的剪切排列 重新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空间 电影实际上是在画面和画面的连接之间产生意义的 而观众的联想会自动地填充进来 这就像西区科克年轻时在英国刚入行 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现象 电影想表现一座教堂 没有必要搭建整个建筑 只要有一扇门和一根柱子就行 剩下的事交给观众去想象 西区科克有名的悬疑片《后窗》 就是这种理念的纯粹表达 我们今天来看《后窗》还是觉得神奇 007向来是欢蹦乱跳 电影镜头也是围着它四处打转 跟着它在全世界上天入地 而这部电影就是讲一个腿上打着石膏 不能离开公寓的摄影师 因为无聊 一直在偷看对面楼里的居民活动 直到他发现自己目睹了对面楼里 一场男人杀死妻子的凶案 男主角几乎全篇都没有离开唐乙 观众也一直是跟着他的视角在看窗外 连那头的对话都听不清 悬疑电影可以这么拍吗 当然可以了 这是具有定义悬疑电影地位的经典 它不光场景简单 而且故事也很简洁 甚至罪犯的动机和具体的犯罪情节 都是不明朗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 同样会被迅速地拉进视觉构成的漩涡灵 这部电影里的镜头运用和剪辑方法 不像那些只让我们旁观的追车戏和枪战戏 看多了就神秘疲劳 它是让我们进入到了角色的视角 比如先拍一个主人公望向窗外的镜头 再去拍窗外的景物 我们的视觉就在这个过程里被同步了 进入到的第一人称 是像主人公一样在看待事物 当镜头摇到对面窗户里的男邻居 再切回到主人公的面部 镜头逐渐推进 把这张点放大 这种镜头语言就是在强调 角色的情绪产生了重要的起伏 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 他已经断定这个人就是凶手了 刚才我们说电影是一个梦 因为它是用视听的画面来组织情绪 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另一个特点 做梦的主体是我们观众 这种电影和我们情绪的密切互动 才是真正的丰富性 唧嘘苛刻的电影是为大众服务的 他说电影是被看的 不是被解释的 他的外孙女在学校选修电影 作业正好是分析他 他替外孙女写了一篇分析报告 结果只拿到了C 他说对不起 但是我尽力了 也不知道你们老师 怎么会从我的电影里 享受那么多奇怪的玩意儿 他自称是一个表层艺术家 对于用理论和哲学来分析电影 是不屑一顾的 他的工作方法是高度追求理性和秩序 这是我们明天的话题 他生产电影的任务也很明确 不扯什么深刻内涵 努力要做的就一件事 把胶水涂在观众的椅子上 每一个画面都要回答 又让观众产生什么感觉 让观众想到什么 而害怕、焦虑、恐惧、疑问、好奇 这些情绪 都是最好的把观众粘在椅子里的胶水 这些胶水的名字咱们都熟悉 就是悬念 这是唏嘘苛刻的代名词 但是什么叫悬念 如果说悬念就等于是未知 是不确定性 那么电影只是一个谜 只能看一遍 然而唏嘘苛刻的电影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所以他制作的悬念 当然要复杂得多 他曾经用一个场景 来解释过悬念是什么 假定有几个人都在周边聊天 桌子下面有一枚炸弹 突然炸弹引爆了 这就不是悬念 而只是惊讶 真正的悬念是 先拍一个人在桌子下面装了炸弹 然后拍几个不知情的人 围着这张桌子说话 对话的内容可以很平淡 但是当镜头没扫过一次炸弹和时钟 观众的心就跟着收紧一次 惦记着这颗炸弹到底会不会响 因为这种情绪的参与 画面再切回来 观众就会觉得对话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直接拍爆炸 只能给出15秒钟的惊讶 而刚才这种拍法 才是给出了15分钟的悬念 这是今天悬疑电影理论的基础 大家都在学这个路子 不敢像大师那样只拍一扇窗子 所以才添加了大量的追车和枪战 结果有一多半的情况 是观众依然不买账 为什么 因为制作悬念 不是靠着工具的简单量化技巧 而是一种直觉能力 它的形成机制 是一系列的复杂情绪反应 除了把悬念当成惊讶 人们还容易把悬念和戏剧性 镜头和情节节奏里的张力混为一谈 澳大利亚有位专门研究戏剧科课 在电影学院讲授悬念课的学者 杰弗里贝斯 他在书里打过一个比方 我们来想象一个和朋友打电话的场景 张力就是电话线路出了故障 声音不清楚 需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语言上 而戏剧性是你的朋友 在电话里告诉你的那些友情节的事 至于悬念 是你一直在担心的心理和情绪 刚才这几秒钟的中断 是他说话的停顿 是信号不好 还是电话被挂断了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还会不会再打过来 我们能从这个例子里感觉到 悬念是观众心里 强烈的盼望答案的状态 可能是因为疑惑 可能是因为挫折感 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想看到人物被拯救的愿望 也可能只是好奇 想知道主人公接下来该怎么行动 那么张力是干什么的呢 张力是一个比悬念更小的单位 他的表现更直接 比如一个拉满的弹弓正对着你的脸 张力说的是这个猴皮筋的松紧程度 也就是这件事的紧迫性 而悬念是你脑子里的想法 他真的会松手吗 他什么时候会松手 这个时候 张力可以理解成制作悬念的工具 他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紧张瞬间 组合成了一种节奏感 让悬念不落地不中观 所以贝斯的总结是 悬念不是对不确定性的焦虑 而是表现为 我们看空中非人杂技的那种心情 知道没法参与 所以只能屏住呼吸张大嘴去看 唏嘘苛刻的电影悬念 不只是视觉效果 更是牵动和控制情绪上的效果 关于他的方法 我们后面的两天接着来说